空四的修法就是 再造心造万法 极乐世界义正庄严 这个水晶界地 上面是金绳界地 宝树成行 亭台楼阁金碧辉煌 这是从空明的法界中 要以阿弥陀佛的愿力 因为他享有这样的一个世界 来接引众生 这叫愿力 以阿弥陀佛的功德力 他有这么个愿望 他能否已经积攒了 这样的原材料 你要盖极乐世界 你要有水晶 你要有黄金 你要有七彩 五彩的宝贝 宝树成行 你要有这个 红宝石 蓝宝石 你要有数不清的无量黄金 它是功德海 用功德海换来的原材料 你家里要盖房子 盖一个别墅 你要有砖头 有木材 有钢筋 有混凝土 你没有这些原材料 你想盖楼 只是空中楼阁 你必须用钱财 去买的这些原材料 你才能盖成楼阁 是 极乐世界 要建成义正庄严 也要有这些原材料 也要得到这些原材料 必须有足够的资财 法财 这个钱是什么钱 功德海 功德金 是你的功德变现的 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一正庄严 是阿弥陀佛 在因地修行的时候 建立的无量功德海 有了这样无量的功德 换成的建筑材料 是黄金 是水晶 是宝石 是七宝莲池 是各色莲花 八功德水 所以是大家不要玩虚的 我们这一生 就要开始建立功德海的概念 功德金的概念 所以我们此生 大家现在还都不错 混得不错 还活着 官兵也没找上你 你还没死 你还活着 这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 那么全世界死了 几百万人 没轮到你 你还活着 这是功德照着你 诸佛菩萨照着你 祖先护着你 这也是功德力 你才活着 那你还有钱赚 吃喝拉撒都不缺 这也是一种福报 那么 今生把福报 要转成功德金 转成功德海 不留在这个世界 而去用来建立 自己未来的 净土世界 接引众生 在净四界 在四界天的顶天 叫净居天 已经不是天界 它是圣者的法界 圣者生存的空间 你所有的东西 要存到那个地方去 变成黄金 变成水晶流利 变成宝灯 变成将来你在那个世界 建立亭台楼阁的建筑材料 此生功德圆满史成佛 所以我们除了自己的吃和用 手中的钱用来干什么 存到功德海里去 存到自己的净明法界里去 这个在现代物理学里面 叫物质不灭 能量守恒 所以我们把它变成功德金 用在普度众生这个事业上面去 那么在未来的净居天里面 你的世界就库房里面 显现变现出了大量的功德物 将来要用这个功德海的 生成的建筑材料 去建立自己的世界 因为你们将来有一天都要成菩萨 都要成佛 所以说是不要空过了此生 物过了此生 凡夫地的凡夫 不明白这个道理 在自己活着的时候 没有把自己的世间财富 世间的名利和地位 换成功德金 是实在是一件大冤枉的事情 他们换成了六道轮回的资本 去极端的享受 极端奢侈的腐败 结果都变成了欠债 在这个世界你以为你拥有 实际上你浪费了 浪费了就变成欠债 欠债就要还 所以是就在六道里面去轮回了 这是一件十分冤枉的事情 所以是希望你们这些 已经觉醒的人 一定要重视这件事情 不要再稀里糊涂 明明可以把它变成功德海 变成功德金 而极端的浪费作恶 都把它变成百年之内浪费的东西 你把它建成豪华别墅 百年后 这个豪华别墅依然在地球上 依然是一种浪费 在另外的世界 你的功德海里并没有这一个账 并没有这一笔钱 甚至大家要重视 在六度修行中 佛色道德修行中 特别重视布施 这个布施包括了财布施 法布施 法布施是能量布施 然后这个无为布施 这些布施可以变成功德海 可以变成你未来 金刚世界里的 建立金刚地 金刚墙 金刚床 金刚墙 的建筑材料 所以这一点 大家一定要明了 我们修换身 原神的换身 通六道 通玉界天的换身 四界天的换身 玉神身的修炼 原神身的修炼 是四空天的 四五四界天的换身 最终 要成就自己的金刚 不坏的 这个金刚身 那就是 出了六道 轮回的 罗汉身 出了六道 轮回的 菩萨身 出了六道 轮回的 佛身 有六道